你好,今天为您解读的书叫做《风声》,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6万字,我会用大约21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您解读书中的精髓,一段在抗日战争时期惊心动魄的谍战史实。 一谈到抗日战争,咱们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显示出各种各样的英雄画面,比如说深入敌营,受尽酷刑绝不投降的刘胡兰,炸碉堡的董存瑞。 当然,咱们年轻人的脑海中可能更多涌现的是那些历史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文字和愈发泛滥的抗日神剧。 而真正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些口口相传的抗日英雄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完美呢? 而侵略者是否也全然是残忍试杀的一群人呢? 风声的作家麦家,以口述半虚构的文学形式向我们重现了当时的谍战历史,没有像电影电视剧那样的轰轰烈烈,却每一部都危机四伏。 暗藏杀鸡。 我们来看一下书名,风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字呢,其实就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简化。 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地下工作呀,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每个来自各方的间谍都在看似波兰不惊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提着十二分的精神,警惕着四周。 因为呀,一旦被发现,自己的战友和整个情报网都将被敌人摧毁殆尽。 而摆在风声中的主角面前的不仅有自身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由一号首长参加的革命聚会,一旦自己被抓住,整个革命战线都会崩溃。 这就更让书中呢,弥漫了一股极其紧张的气息。 此书的作家麦家是当代的著名小说家编剧,1964年呢,生于浙江的富阳,1981年考入军校,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创作系。 先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是首位被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作品的中国当代作家。 他的小说《暗算》获得第七届矛盾文学奖,作品被译成了30多种语言,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 麦家的小说呢,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和创作性,人物内心呢,幽暗,神秘,故事呢,传奇,曲折,充满着悬念。 而这本《风声》也被他改编成了电影,掀起了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的矿潮。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呢,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半虚构的小说以三部为段,以东风西风静风为题,每一段呢,都从一个当事人的口中讲述了当年谍战的真相,充分地描绘了抗日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和当年敌我双方的精彩斗争。 对此呢,我们将以这三段各自的主人公所讲述的历史为重点,具体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 第一个重点是,老鬼的兄长也是他的假丈夫,共产党人潘老所讲述的事实。 第二个重点是,在台湾看到此书的顾小梦是如何描述老鬼的,以及在顾小梦口中的历史真相。 第三个重点是,肥源以及像他一样的日本侵略者对当年侵略中国的看法是怎样的,而肥源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吴治国、金生火、李宁玉、顾小梦这四个人物当中,究竟谁是共产党的卧底老鬼呢? 而在日本肥源队长的天衣无缝的看管下,老鬼又是怎么把情报传递出去的呢? 可以说在日本队长肥源的眼中,这四个人都有各自的疑点。 忠心的吴治国、懦弱的金生火、冷漠的李宁玉、仗着家世嚣张的顾小梦。 每个人都是有着共产党间谍老鬼的可能性。 而肥源呢,也并不像我们平时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不堪一击。 他先是分开审问四人,查误结果之后呢,又通过对比情报自己,锁定了吴治国。 可抓住了嫌疑人的肥源,并未对其他的三个人放松警惕。 他先是跟踪顾小梦,后来呢,又让吴治国诈死,来诓骗李宁玉。 再后来又设下鸿门宴,利用早已发现的共产党人,来让四人中的老鬼暴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呀,当年谍战历史的凶险程度,地下工作者往往都是孤身作战,敌人呢,则是残酷狡猾, 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来威逼利诱共产党人。 而在斗争的过程当中,共产党人也不总是胜利的一方。 就像书中的老憋和二太太,都是被日伪军识破的共产党人,下场呢,十分的凄惨。 这种双方势均力敌,甚至邪恶势力力量更强的情况下,老鬼能够拼死把情报传出去,足以说明他的个人实力够强。 随着审讯时间的慢慢推进,嫌疑最大的吴治国被反复殴打, 而李宁玉呢,也不断被肥元的计谋所拷问。 而等李宁玉为表清白自尽,吴治国被殴打致死以后,肥元觉得自己已经是胜券在握了。 情报没有传出去,共匪的一号首长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可现实却击碎了他的荒唐梦,老鬼早已传递了情报, 而他甚至连谁是老鬼都不知道。 到此呢,浮在表面的剧情已经上演完毕,那么老鬼究竟是谁呢? 这个故事的口述人潘教授向我们解释了这一谜底,老鬼就是李宁玉。 李宁玉先是模仿吴治国的自己,用吴治国的自己发出情报, 让肥元等人的矛头指向吴治国, 而当自己被怀疑以后呢,知道开会的日期临近,于是自杀。 而在自杀前写了两封遗书,一封呢,给了自己的丈夫潘老,一封给自己的孩子。 那是一幅刚笔画,画中有一棵大树,树下呢,是一片小草。 李宁玉的尸体和这两封遗书随即被送回家。 潘教授说,其实这两幅画里面就藏着情报, 因为那些长长短短的小草实际上是一组摩斯电马, 溢出来以后,正是李宁玉所想要传递的情报,取消一号首长的聚会。 李宁玉用自己的死避免了组织上的重大损失。 由此可见呢,在同为共产党人的潘老眼中, 传递情报,让一号首长安全撤离的成果都是李宁玉一个人的功劳。 这不难理解,李宁玉为了祖国的事业牺牲了生命, 不管是出于他眼中的真相,还是对死者的同情, 亦或是同为共产党人的惺惺相惜, 在潘老心中最大的功臣肯定是李宁玉无疑。 咱们在生活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光有功劳,也许只能得到上司的赏识, 而得不到群众的称赞, 但功劳加上苦劳,就很容易让所有的人都认可你的功绩了。 好了,上面就是为您讲述的第一个内容, 老鬼究竟是谁? 以及老鬼是如何把情报传递出去的? 这个故事的口述人潘教授对这段历史的观点又是怎样的? 说完这个呢,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在此书稿完成之后远在台湾, 也是当年此事的参与者之一的顾小梦向作者讲述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他对老鬼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当作者把这本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呢, 当年整个事件的见证人远在台湾的顾小梦, 竟然奇迹般的联系上了作者, 可垂垂老矣的顾小梦却并不是来祝贺作者的, 而是想要向作者讨回一个公道。 顾小梦向作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肥原心机如此之重, 一个简单的摩斯电码怎么可能破译不出来呢? 再者,就算肥原看不出画中的内容, 只要不让遗书和画稿流出去就可以了呀, 为什么还会大费周章的把李宁玉的遗书交给他的家人呢? 紧接着顾小梦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记忆中的那段历史。 原来呢,在当年顾小梦并不是日本方面的人, 而是国民党人派到伪军中的特务。 在顾小梦的口述中, 我们发现了李宁玉具有人情味的一面。 欢迎,李宁玉说, 可我感觉到你并不欢迎我呀。 顾小梦以为会让李宁玉难堪, 哪知道李宁玉毫不示弱, 置地有声地告诉他, 我当然不欢迎你, 你的来头太大, 我这庙太小, 容不下你。 可以看出当初的李宁玉并没有发现顾小梦国民党特务的身份, 而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来自基层锻炼的富家小姐。 但后来两个人住在了一间宿舍, 感情也越来越好, 虽然各怀鬼胎, 但也没有阻挡两个人之间培养出了一些真情实感。 而后来顾小梦却在暗中发现了李宁玉的秘密, 那是一张李宁玉用钢笔写了几句话的情报纸条, 他刚放好就被跟在背后的顾小梦发现了。 当顾小梦匆忙打开纸条的时候, 竟然发现上面的笔记很像自己的。 这样一来, 一旦肥原发现, 怀疑的人肯定变成了顾小梦。 可顾小梦平时把他当作姐妹, 没想到李宁玉居然狠心出卖他。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在当年的情报工作当中, 友情和爱情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都是一件奢侈品, 是他们消费不起的。 他们没有办法信任任何人, 就连培养出的一点微弱的友情, 都被他当成了确保情报工作成功的砝码。 而顾小梦发现以后准备告发, 却被李宁玉及时发现。 在万分紧急的关头, 李宁玉竟然炸出了顾小梦是国民党的卧底。 从痛苦求饶到占据上风, 李宁玉只用了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顾小梦好强的个性仍然是让李宁玉担心, 于是在一天晚上, 李宁玉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拖出, 自己的丈夫被鬼子杀死, 而腹中的孩子也在悲痛中化为了一滩血水。 一番痛彻心扉的告白打动了顾小梦, 他帮他传递情报。 在这里, 李宁玉已经不是那个抗日的英雄,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拼尽全力, 想要被丈夫和孩子报仇的可怜女人。 而更可怜的是, 这段凄惨的经历, 竟然也变成了李宁玉用道德要挟顾小梦的资本。 在老潘口中, 那个壮烈的李宁玉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狡猾, 无所不用其极的李宁玉。 可以说, 虽然这样的李宁玉不够完美, 但却充满了人性。 在最后呢, 李宁玉又怕肥原还会对顾小梦怀疑, 他竟然把自己主动暴露给了肥原, 然后让顾小梦变成一个检举有功的功臣。 在当晚, 李宁玉对顾小梦磕了无数个响头, 就是要求他把情报传递出去。 可他就是这么决绝, 贵了又贵, 最后膝盖都磕破了, 血淋淋的。 顾小梦实在看不下去, 只好答应他, 并对他发了誓。 李宁玉的形象到此彻底站立起来了, 他所有的手段都已用尽, 所有的报国热血都已经撒干, 他为革命事业真正的毫无保留的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 战争是如何让一个柔弱的女人变成一个冷酷的机器, 相比对生命的杀伤, 这种形式的摧残则更加恐怖。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在此书稿完成之后, 远在台湾, 也是当年此事的参与者之一的顾小梦, 向作者讲述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他对老鬼的看法又是什么? 下面来为您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肥源以及像他一样的日本侵略者, 对当年侵略中国的行为是怎样看待的? 他们又是怎么样走上侵略道路的, 以及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是否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残忍无情呢? 肥源在书中是一个阴险狡诈, 用尽了各种肮脏手段的男人, 他先是殴打吴之国, 后来又审讯李宁玉, 最后甚至连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白秘书也都进行了怀疑, 审讯手段也是极其的残忍凶狠, 可我们追寻肥源的过去却发现在入侵中国之前, 肥源是一个极其热爱中国, 向往中国文化的人, 十年肥源十三岁, 是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 他寄居在祖父生前的好友家里, 读汉语, 说汉话, 穿糖装, 汉话的比汉人还要汉人, 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他是日本人, 而是从中国人, 而当肥源长大以后呢, 对把中国划入日本进行大东亚共荣的想法, 也是予以了猛烈的抨击的, 在游览中国的前期, 肥源更是对中国的风光大加赞赏, 对岛国那些吹捧过分的小山小河予以嘲笑, 可时隔几年, 肥源重游中原写出的文章, 则全都满意了对中国人民的唾骂和愤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肥源的眼中, 中国的大好山河是被当时的清政府以及各路军阀所糟蹋的, 他对中国美景和人文的喜爱已经转化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恨, 所谓爱之深, 恨之切, 肥源觉得这片土地让这些愚昧的人占据是一种可耻的浪费, 对于肥源来说, 他的逻辑似乎是自洽的, 我们也似乎理解了肥源的侵略行为, 但理解不代表赞同, 日本作为第一个经过资本主义改造的亚洲国家, 不去帮助从前帮助过自己的中国, 反而想要突露中国人民, 让自己获得中华大地的统治权, 这无疑是为利己的行为在做荒谬的辩护, 在肥源思想转变的过程中, 曾经的日本左翼学者对大东亚共荣圈的猛烈抨击者戒川, 也开始了对肥源的劝说, 在当初呢, 戒川还是十分欣赏肥源的, 也正是他把肥源委派到了中国做一名战地记者, 他的本意是想让肥源感受中国的风土人情, 怜悯中国的苦难百姓, 从而让他劝说日本的军部放弃对中国的侵略, 可事与愿违, 肥源已经变成了军部的高官, 看着昔日的学生变成了手染鲜血的军人, 已经年老的戒川非常的痛心, 他跟日本日报的记者形容肥源是堕落到了地狱, 正在向地下行走, 戒川和肥源无异于是当时日本的两派, 一边是极力阻止战争的和平派, 一边是主张开战的战争派,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当时的日本民是大多数都偏向了主战派, 当时的记者说道, 大日本帝国一旦开战必然全胜, 这也印证了那句话, 在战争开始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辜的, 而戒川的含恨而终, 更是让本就走上歧途的肥源变本加厉, 随着918事件入侵中国, 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侵略的过程当中连战连结, 更是让肥源走入了中国土地, 应该由日本统治的牛角尖, 至此呢, 一个从前尊敬中国, 爱好中国的人则彻底变成了凶残的柜子手, 可就当我们对肥源唾骂的时候, 他的另外两个举动, 无疑又让他的人性复杂了几分, 第一, 就是他在日本打入杭州的前夕, 是他通过各种关系, 阻止了日本对杭州的西湖进行轰炸, 我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近似魔鬼一般的人物, 也有着一股对美景的怜香西域之心, 但后面的一句, 留给以后我等享用, 却昭示了他的狼子野心, 他连的是自己的乡, 西的是自己的玉, 虽然杭州西湖由他而保全, 却并未掩盖了他侵略的本质, 在肥源走到这一步时, 更加加深了他侵略的心, 他也由原来的连西中国山河, 转变成了完全的占据中国的大好土地, 第二呢, 就是他悼念王七的举动, 李宁玉等人被肥源囚禁审问的地方, 就是囚庄, 而囚庄却正好是肥源悼念王七的地点, 因为在几年前, 他的夫人就是在这里被共产党人暗杀致死的, 当年肥源的上司让他到这里来寻找黄金, 黄金没有找到, 夫人却被人用麻袋装起来扔到了河里, 可他的上司却不相信, 以为他是把黄金私吞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没有夫人的死亡, 肥源断然是脱不了干系的, 也正是因为夫人的死, 肥源才能掉职, 才能有限制的清白, 自由和权利, 因此呢, 肥源对他的夫人是十分思念的, 我们看出在肥源的心中, 对自己夫人的感情是十分充沛的, 他极度思念自己的夫人, 却因为尸身埋在了河里而无法纪念, 甚至还找到风水先生立了一个墓碑, 每年上香叩拜,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顾小梦拿出四根金条买肥源的性命的时候, 就不愁找不到机会了, 顾小梦观察到了肥源的这件事, 于是便雇用了杀手, 杀掉肥源, 可以说肥源致死也想不到, 他心中唯一的一点情感, 却害得他葬身西湖底, 落得和他夫人一样的下场, 我们从肥源的经历可以看出, 一个人误入歧途都是循序渐进的, 如果当时借川没有把肥源派到中国, 可能肥源的性格就不会改变, 如果当时的蒋介石和汪精卫政府, 能够对日本军队进行抵抗, 肥源也许又能回到正轨上, 可肥源的下场却似乎又是必然的, 按照他固执的性格, 如果他在国内仍旧反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也许很快就会被日本国内的主战派暗杀, 而即使没有借川伟派, 当肥源几年后进入中国时, 可能也会再次加入侵略中国的军队, 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 肥源的性格就注定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下, 必然会走入极端。 好了, 说在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了解到, 在吴治国、金生火、李宁玉、 顾小梦这四个人物当中, 究竟谁是共产党的卧底, 老鬼, 而在日本肥源队长那天衣无缝的看管下, 老鬼又是怎么把情报传递出去的, 其次我们讲到了, 在此书稿完成之后, 远在台湾, 也是当年此事的参与者之一顾小梦, 向作者讲述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 他对老鬼的看法又是什么, 最后我们讲到了, 肥源以及像他一样的日本侵略者, 对当年侵略中国的行为是怎样看待的, 他们又是怎么走上侵略道路的, 以及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 是否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残忍, 无情, 他的性格是否注定了他的结局,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